OK 这个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开放一定的坦克300 现在我们收到这个 GWM 马来西亚来到这个中国的河北这边试驾这一辆车 那么这一辆车有什么特点呢 今天在这期的影片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特点 然后顺便分享一点它的越野能力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对这款车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请大家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外观设计的部分 其实这台车看起来很像这个Ford的 他们叫Pronko的一辆硬派SUV 那么实际上呢这辆车也是一台硬派的SUV啦 因为它采用的是中置的引擎后轮驱动为主 然后它是这个Leader Frame的Design 也就是讲呢它真的可以应付那个强大的越野情况 刚才我们其实开了这台车去试一下 我真的对它的这个越野印象深刻 那个等我们试驾的时候才讲 然后先讲一下它的外观设计的部分 我最喜欢是整个头灯组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正 可是它的灯组又是圆形的 所以看起来莫名的和谐感 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这边是这个坦克的logo 是一个体质型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离地高度非常高 基本上已经到了我的小腿部分 所以你真的去越野的话 在那种沙石或者凹凸不平的路况呢 你是不用担心撞到前后的bumper 然后呢它的轮圈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地方的 它的轮圈尺寸其实只有17寸 而且它配来就是那种越野胎 如果是讲呢 你在一般驾驶情况下 越野胎会让这个车比较吵 然后比较弹跳一点点 那么你要以家用为主的话呢 会建议你去更换一下那种家用胎 其实它也是OK的 那么整体的车身尺码来讲呢 这个坦克300它的轴距大概达到了2750mm 也就是讲它会大于C segment的SUV 但是小于D segment的SUV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在马来西亚找它的对手的话 那么它的直接对手可能是Toyota的Fortuner 因为两辆车都是主打这个越野功能啦 那么呢在它车尾部分呢 这个是越野胎一定要有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Spa Daya 因为可能你会遇到那种突发情况 你的轮胎直接包胎包回不可以用 最起码要有个Spa Daya可以换 楼上面也有雨刷啦 它的门把是在这边的 就可以打开是一个电磁发的开机 而且是往侧边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呢 其实它OK的 有时候你去很像露营的时候啊 要放点你的那种食物啊 备单啊还有其他的物品 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是非常足够 然后打开这个杖板它 其实还有那种顶着轮胎的东西等等啊 我觉得还蛮实用 这边有两个马来西亚人很喜欢的DataLay 就是那个勾置DataLay的东西 每一个都可以支撑3kg 然后这边有一个三角叉 为什么会有三角叉很简单 因为这台车很多人都是家去露营 或者是有其他的用途 那么你在露营的时候 你要登 你又可以用这边进行供电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就是为了这种户外活动 或者真正的跃跃而去设计的车款 所以据说呢 他们在马来西亚开放预订 其实已经接单20多张了 我觉得如果是讲E 它的预售价大概是25万马币来讲的话 有20多张订单其实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这个Tank又是一个新的品牌 你讲是不是 那么打开引擎盖之后呢 就像我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重置引擎的车款 然后它是Redefin的设计 然后这个引擎是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标线是224HP 峰值扭力380Nm 如果我只是一个单纯的2.0Turbo来讲呢 这个引擎出出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然后它匹配的是8速的自排倍速箱由ZF提供 然后呢如果是讲你买到HEV的版本呢 它就是用的是ZF的9速自排 不过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只会引擎这个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Torch Speed是170kmh 虽然看起来不高 但是开着这样子类型的SUV 真的是没有人会每天飙到170kmh 所以我觉得这个Torch Speed 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啦 那么首先进来内装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钥匙 这个钥匙非常的精致 同样上面也是有个T字很可爱一下 然后除此之外整辆车的这个内装设计呢 因为这个坦克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品牌啦 所以它的内容就是融合了这一个越野的用途 还有一些豪华的元素啦 那么我要先讲这一个就是它的驾驶模式切换 它有这个2H 4H跟4L 就跟这个Picatrac一样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下 你去切换你要的模式 然后它有三把锁 而且那个锁也可以进行锁定 你要锁前轮锁后轮它都行 另外像是那种陡坡缓降啊等等等等 其实它也是有的 然后这边还有五个驾驶模式 就是那种泥地模式 沙地模式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越野模式等等等等 就是一切越野车应该有的东西它都具备 然后还有一点好评的地方 就是它还是配备了这个实体按键啦 然后它有这个冷气一等等的功能 如果是讲作为一个驾驶者的话 有时候你要忙操作 其实是有实体按键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在它的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G-Class 就是包括这个圆形的冷气出风口 上面有氛围灯 然后这边也是有氛围灯的灯带 然后这边有个把手可以方便这个乘客上下车 然后上面也是有个小尺寸的天窗 然后整体而言的话 我可以讲这个内装设计我还蛮喜欢的 尤其是前面这两个仪表 它的这个数位化仪表分辨率很够 看起来很高兴 而且它这边还有一点点土气的设计 就是它尽量避免 就是你在大太阳底下驾驶的时候 会有这个反光 所以整体的看起来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质感是值得好评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喜欢钢弹那种机甲 那种robot的话 这个机甲风格的排档杆 你应该也是会很喜欢 最后就是它的这个音响系统 也是知名音响系统Infinity 如果以一台这种SUV来讲 我觉得它后座空间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leather frame 它的车底本来就高了 所以它的传动轴不会影响到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平的 然后后面的质感其实也OK 也是有这个氛围灯 也是有这个软质的材质 然后也是有这个锅钉的设计 很多那种硬派的SUV呢 就是喜欢在这边用那种锅钉设计 看起来确实有加分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把手 因为这辆车其实它的离地高度 会比起这一个一般的SUV还要高 所以有这个把手确实可以让你方便上驾车 只是很可惜它是白色啦 我觉得可能容易肮脏 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只是风量温度不能调整 下面有两个USB 如果以这个椅背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直啦 然后它的这一个头部空间 应该是还有一个拳头多 所以压迫感并不会太重啦 这个就是这个坦克300的整体的空间表现 以这个价位来讲 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其实还可以接受一下啦 如果是硬派玩家的话 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满意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坦克300的跃远能力 首先这一个路况是叫 这个也不知道叫什么路况对不对 也是 但是比较崎岖一点 比较有起腹的路段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走了嘛 OK 先走 走这里对吗 对 蛮用的 对 OK 现在基本上是悬空走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 手对后轮插的插出去咯 插出去咯 OK OK 它就过了 所以这个脱困能力就是在 它其实就是有所谓的三八锁对不对 对 三八锁 对 就是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 这样你去锁定你要前轮或者是后轮的锁 给它有个更强的这个脱困能力 对 脱困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硬派的 XUV应该要有的能力啦 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路 我自己觉得还蛮exciting一下的就是 我们用这辆车直接下楼 就是走楼梯下楼 我是比较担心这个轮胎会不会坏 过了 我们就过了那个路况就直接下吗 它就停了 它们可以下了 OK 走 那我们现在就开这台车下楼梯啦 宽的 接近点点 接近点点 小的话 可以把墙 蛮刺激一下的 那没关系我们试这个小的 所以现在是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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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走了吗 可以走 那我们现在就是上坡路段 就是那种 Traction 非常小的话它那个高度非常高的坡 轻轻松松 非常轻松就上来了 如果是讲现在因为我们在最高的点 所以它前面是盲点 你看不到前面的路况 但是这一台车就是它前面有个camera 它可以把全面的景象 映射在这个荧幕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以我们先走了吗 可以继续往下 那 然后这辆车有这个陡坡缓降 就是那个HUDISEN功能 所以 其实我们是不大需要踩刹车的 这边直接开过去 直接开过去 直接上这一个桥对吗 对 对吗 对 OK 基本上 嗯 接下来我们就是开着台车上楼梯 真的是上楼梯啊 所以 能走了吗 嗯 这个是台车的时候我第一次开车上楼梯 确实上得到 嗯 对 考案的就是动力嘛 对 动力还有那一个它的那一个四驱系统 对 它真的还蛮好玩一下的 然后现在到我们后面那位小姐姐要试了 真的啊 可以容易吗 你呢 还蛮容易的其实 不是吗 不是会后悔哦 是 是啊 来 就到它了 OK 在我们刚才试完了它的这些 activity 之后呢 现在它带我们来这个Sati 来做一个试驾 其实这个Sati 也是offer的一种 如果是讲这个车子的四轮驱动 它的性能不好的话 它会很容易的卡在泥地里面出不来 然后刚才我们有测试了一下 这个4H跟2H的差别 如果是在二轮的情况下 因为它是一个后轮驱动车款 它现在Sati里面它基本上是 速度很难上来 然后也很难脱困 但是Van你把它换去四轮驱动模式的情况下 差别真的是很大 所以这台车你不要小看啊 它是真的可以offer的 而且这边真的是成员非常的大 后面这个是Uncle Dai 你看它在给你们打招呼 你看它很兴奋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 一个初步体验坦克300的影片啊 其实GWM 也是跟我讲 等我回去马来西亚之后 他们会安排另外一辆车给我试驾 那么大家想知道这个坦克300 在马来西亚的道路试驾感受的话 那么就先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然后再回去之后 有机会我会把这个车拉出来开一开 那么你们看这台车喜欢吗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